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此时刘备已经被曹操淘汰快出局了 只有逃命这一个选择 而孙权其实是有三个选择的 一 向曹操投降 二 单独攻击曹操 三 联合刘备共同攻击曹操 因此刘备又获得了三分之一的机会 这个机会完全取决于孙权的选择 所以此时刘备能不能翻盘的命运是掌握在孙权手里的 按周瑜的分析 其实根本就用不着刘备 但是由于孙权周转不灵 人手不够 还有两万人不能到位 没办法的事 要想达到周瑜的预期 那就必须提供一次机会给刘备 刘备手里听说还有两万人 刚好可以补上这个漏洞 想要打败曹操 孙权得和刘备合伙干 于是孙权才不得不做出了与刘备结盟的决定 因为孙权开始的想法谁也不知道 主战派为了增加说服力 鲁肃就自愿过江 照刘备助战 这只能代表鲁肃主动联合刘备 并不代表乙方老板孙权主动联合炳方 鲁肃主动先来找刘备 代表乙方愿意主动联合炳方 说明乙方是有诚意合作的 正确的 刘备就反派诸葛亮为全权代表到东吴方面去会谈 说明炳方也是有诚意配合的 正确的 这个环节 双方都无误 诸葛亮到了东吴之后才发现 东吴的战响两派斗争很激烈 主战派以3比1的优势领先 而老板孙权还在犹豫 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策 于是诸葛亮决定凭他三寸不烂之蛇力战群儒 力劝孙权 企图力吻狂澜于祭祷 这个环节 诸葛亮是错误的 正确的做法是 诸葛亮等待孙权做出最终的决定 并主动提出愿意与刘备结盟之后再与之配合 而诸葛亮生怕孙权选择了投降 失去了仅有的一点翻本的希望 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反复权他打曹操 这样一来 局势居然变成炳方主动联合乙方了 炳方主动联合乙方的行为是不妥的 这是因为 炳方迫切地主动联合乙方 乙方当然就有条件趁机勒索炳方 载他一把 同理 乙方迫切地主动联合炳方 炳方当然也有条件趁机勒索乙方 载他一把 这是一样的 反正是你跑来求我的 你若不答应我的条件 我不跟你干 如果双方都固执地坚持这种心态 那就只有拉倒散伙 但是不联合 一定是乙方的损失比炳方更大 炳方反正是快要死了 无所谓的 而乙方却不一定 所以为了促成合作 一般情况下都是由乙方主动做出些许让步的 乙方主动让步在一定范围内满足炳方的勒索 先吃一点小亏是划算的 这样可以及时促成乙丙联盟 最终打败强大的甲方 这总是要比不联盟 坐等甲方来把自己淘汰掉要好得多 对丙方让步是迟早的事 不如趁早 以便争取合作行程 所以这就是乙方为什么要率先主动提出合作的真正原因 一 乙方主动联合炳方 先让炳方占点小便宜 有利于自己最大限度的增值 所以乙方以主动为正招 二 炳方坐等乙方主动先捞点石灰手里再说 有利于自己最大限度的增值 所以炳方以等待为正招 这两者并无矛盾冲突 合作项目就非常容易成交 炳方坐等并不会失去机会 因为当乙方对炳方产生需求关系时 炳方才有机会 乙方一定会来联合炳方 而当乙方对炳方不产生需求关系时 炳方并不存在机会 任你牵斑嘴 他根本就不需要你 比如孙权选择投降 或是选择单独攻击曹操 这两者都不需要刘备 如果孙权真的选择了投降 那么诸葛亮还得继续选择和刘备亡命天涯 到娇州去当流寇 过一天算一天 不存在翻本的机会 所以在三方博弈中 如果乙方不主动联合炳方 那炳方就没有机会的 炳方以此来判定乙方对自己究竟产不产生需求 诸葛亮来到东吴后 还没有搞清楚孙权的意图 就迫切的劝说孙权联合刘备打曹操 这就不是正招 也就不是最厉害的一招 那么无论他的变数口才多么好 毫无疑问 口才越好 越是在给孙权提供勒索他的机会 孙权的决定 诸葛亮根本就不知道 而诸葛亮的决定已经暴露无遗 孙权了如指掌 所以孙权占尽了谈判的优势 他掐住诸葛亮急于联合企图翻本的心理 狠狠地宰了他一把 孙权装作很困难的意思 打算投降算了 诸葛亮急的使出浑身本领反复劝战 那么在将来的利益分配上 诸葛亮就不得不做出巨大让步 以争取孙权联合刘备打曹操 诸葛亮做出了怎样的巨大让步呢 那就是出卖荆州的主权 如果打败了曹操 整个荆州的所有权都是孙权的 没有刘备的份 荆州的新老板是孙权 而不是刘备 刘备最多只能租借孙权的荆州赞助而已 当然租金是免不了的 当孙权需要荆州的时候 刘备必须归还 诸葛亮作为刘备的全权代表 帮刘备拍了板 以如此之高的代价 为刘备争取到了一丝翻盘的机会 以至于后来借荆州的皮扯了恩年 如果诸葛亮不主动争取这个机会的话 理论上只会分配的更多